特别特别讨厌的一种人 就是说 就是能让我很明显的 看到他不认真不珍惜 就是感觉跟玩一样 因为我之前在被采访的时候 就是说就是知不知道 就是有很多很多人付出了很多 他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他根本说他上舞台 你首先你要上舞台 你要有这个机会 你到底怎样 对你才能上 但你上去了 你还不珍惜 你还跟玩一样 我就觉得真的 傻子了 对 我太 痛恨 对我真的很不喜欢这样 其实这真的是浪费自己 生命的意义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 很多人站上舞台 就是很多那种老前辈啊 给他们舞台 他们依旧非常非常认真 去对待他 所以我就觉得 他们都这样了 你们还跟玩一样 我觉得就没有理由啊 那你要么你就不要 你别来了 对不要来 要么你就不要 就是来这个舞台上去做这些事情 就是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认知 要明白你是什么样的 对 而且你要认知说你自己的水平在什么样的位置 你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看了 就前一天不是看了那个创造影吗 然后第一期的时候不是也说了这个事情吗 那时候就还挺有感触的 感触的 没错 对 因为他说了这个事情之后 我自己其实也做得起 你在想着 对 我自己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我自己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嗯 你家里人都支持你这么干吗 对啊 我爸妈想你支持 没问题 所以我就说每个舞台要珍惜吗 真的要特别珍惜 不管是多大多小 我觉得这一点 你一定要跟所有的选手讲 对 因为你可能说 你就是一句话说 舞台要珍惜 他们是get不到的 嗯 他们get不到什么叫珍惜 因为青春是非常非常短暂的 就不管你是很多人在给你PK 还是你一个人在自我在PK 我觉得都是时不我呆的一件事 就是说 你就是你能在舞台上唱跳的日子 没有任何我们平黑 你每天都是高光时刻 也是非常短暂的 对 也是非常短暂的 所以我说 我把每一次舞台都当做最后一次舞台 当你把PK的维度放在这个的时候 你会知道你要珍惜的东西是什么 你要奋斗的东西是什么 而不是说是不是他取代了我 或者我取代了他 所以我第一个之后 不用 songs 我抜充